我们来看一下数以九一这题 这也是十几年前的题目 当初行政院长就喊出 十年内要让台湾加倍 也就是说薪水要加倍 那这样子如果十年要加倍 那到底每年要调薪多少 待会我们再可以看这两个图 来看一下当初的愿望有没有达成 所以我们先回到计算的部分 计算就是什么呢 就是X就是每年我们假设变为X倍 那十年之后要变两倍 所以其实这个式子就这样子列 就可以很快的得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会有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2先整理一下 2是什么呢 2是10的0.301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X是什么 X是10的0.0301 那10的0.0301呢 我们知道8是什么呢 8是10的0.0334 7是10的0.0294 所以今天你要加倍呢 就是要记在这两个中间 但是如果要整数的话呢 那其实就是怎样 每年要大概是1.7多 但是更正一下 这是1.07多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让它超过 所以这是要选8 就是每年要调薪8%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图 其实这两个图是从这个部落格里面抓出来的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部落格好了 这部落格里面 对他就谈到说 台湾有资格加薪 他是用数据来比较的 好 第一个图里面呢 他看到的是什么 对 他看到的是那个GDP 就是说以GDP来说 在20年前 台湾GDP其实比韩国高 好 但是在那个 2020 对 200 大概03的时候 04的时候 韩国GDP超过台湾了 对 所以现在比台湾还高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薪水的部分 所以 在20年前 其实他们台湾跟 韩国的薪水差不多 但是呢 现在经过了 22年 台湾的薪水 对 现在已经 大概是什么 对 大概是韩国的 三分之二而已 大概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真的是 现在真的是薪水落后很多 但是GDP 这两 台湾跟韩国的GDP 其实差不多 但是薪水其实落后很多 所以 从这边 就是作者就会觉得 这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所以台湾明明 就是 生产种子有加 但是 钱没有加 所以有人就会说 都是被老板赚走的 好 我们再回 回来 回过来看这题好了 好 这题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呢 就是说 我们想要去看单位时间的变化率 有时间 有目标变化率 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写 两边同时十分之一次方 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个 这边的比对呢 其实还蛮重要 不过这题答对率 其实是真的有点偏低 因为一般的学校可能 很容易就是先用log下手的话 我觉得就会造成学习障碍 但是你一开始 你直接去看 你直接把它想成十的几次方 你会觉得 子对出问题 其实蛮简单的